胡元慧一看 我不能不说话 大人轻想 这三十六个人 卑知详细都查问过 早年都投靠了天兵 跟随天王转战南北 素来无过 而且为了天国履历战功 没有丝毫可以证明 他们是妖人 他怎么突然的 就变成了奸心 难道这不值得怀疑吗 那么张炳元 除了顺嘴说之外 他拿出什么证据来了 您别忘了这句话 抓奸得要双 抓贼得要脏 那么脏在何处 而且株连了这么多的人 又不是一般的老百姓 还望大人慎重 不要急于定案才是 胡元慧 你是诸神 我是诸神 当然您是诸神 我是诸神 我说了算 你说还还什么证据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 上哪找证据去 张炳元 怎么不说我呢 他怎么不说你呢 那肯定跟他们是一党 这就是证据 另外 他们都招了 欠字画压了 本人都承认是死党了 你怎么还替他们开脱呢 大人 吓死我也不敢给他们开脱 只是大人请想 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招任 重刑之下 容易出愿意 往大人 你要审住 别说 别说 出了事我负责 没你的事 胡元慧不敢往下说 定案之后 承报东王九千岁 杨秀卿去看 好啊 你们真是胆大包天 天天包胆 像那杨秀卿 你倒好好详醒 没有 杨秀卿把笔拿过来 把朱笔告保之后 他写字写的不怎么样 歪歪牛牛写了几个字 一律斩首 一个不留 上 哪有这么看 36个人 都是天国的人 结果怎么样 一律问成死罪 根本没有详细调查过 就这样 这些人就做了刀头之鬼 可是有的人乐意死 一刀之苦 比零售罪 那强的多 可像杨文福那样的 死不瞑目 根本就没招人 咱必须交代清楚 杨文福老汉被抓之后 这件事情传到东府 杨文福老汉有俩姑娘 杨长妹 杨水娇 都是东王眼前的红人 一听爹 遭了不白之冤了 俩姑娘能不哭吗 不敢跟东王说 去找女状元去 把这事反映给女状元 求她 在东王面前给求情 女状元一听 完了 完了 明天就出展了 这事如果是别人批的 求求东王 还许有希望 这件事东王本人批的 没个改动 那个人刚毕自用 谁说话 他也听不进去 你们还不知道 我要一求情 给你们招来 非哉横祸 算了吧 老人死后 你们多给烧点纸 多给上点供 让他老人家早登天界 也就是 就这样 俩姑娘瞪眼 救不了 这件事过去之后 这事没算完呢 蒙德恩藏着天头呢 手战告捷 继续审问 张炳元 这么些天了 你想想 你又想出谁来了 他真想来的 可是想的人不多 还胡编了几个 最烦又想起好些人 多少个 十一个 说 其中还有 水西门的梁司马 姓李 叫李文祥 写下 还有谁 还有一位 是天王府的 在天王府 掌管御书房 跟大人民同性 叫 蒙四山 对 蒙四山 蒙特恩呢 眼睛一转 这才察觉 有毛病 他说 这个 蒙四山呢 不对 叫 蒙四山 一二三 一个是 他咬字 咬的不轻 二一个 蒙四山 是自己的 当家子 看着他长大 形影不离 谁反对天国 蒙四山 也不能 他 他怎么把他 供出来了 绝无此理 蒙特恩心里 一方日 莫非 我失误了 我上了这个 王八荡 这荡 哎呀 这要是叫 上面知道 我还活得了吗 到了现在 又悔又恨 只好把心一横 一错就错 一歪就歪 就得这么办了 不过他心里 他清楚 还有谁 说 张三 李四 啪啪啪啪 他说了一大套 全写下来 张炳源 你是不是跟我耍花火 小人说的都是千真万确 是吗 你心里清楚 本官心里清楚 我要你是实话 你要胆敢胡言乱语 等我调查清楚了 加倍收拾你 我怎么干呢 张炳源到现在发现 这竹神官对他怀疑了 这小子挺敏感的 就知道自己混不过去了 可能我也活不了几天 他一看 蒙德恩的旁边有张小桌 小桌呢 坐着个白脸的陪审官 这个陪审官可是一句话也没说 这两天呢 他从狱卒谈论这个话题当中了解到 这个陪审官姓胡 过去做过卢州之府 后来投靠了太平军 张炳源心说 好啊 胡元慧 你是国家四平黄唐的命官 国难当头 你应当一死报恩 结果你保了长毛子 现在你还当了陪审官 向你对不起朝廷这种过 我留着你干什么 临死抓个垫背的 我把你也给咬出来 季晓晓这么狠 眼珠一乱有主意了 主审大人 有点事我不敢说 说吧 这 他往两旁看看 有爱口的话 好吧 把他带到密室 我单独问话 蒙特恩到了密室 旁的人都不参加 就有四个保镖在这站着 说吧 什么事 大人 那大人是不是姓胡 叫胡元慧 胡元慧怎么样 他也是我们的人 胡元慧也是你们的人 你干就什么这么说 大人明鉴 我哪知道 因为我跟相帅经常联系 有一次相帅在信中 这么告诉我的 他说 秉原的你好好干吧 咱们朝廷 也有不少人打到长矛的内部 其中有一个卢州之府 叫胡元慧 就是其中之一 他就是大营派去你作探 如果你实在为难了 你可以找他 他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这是相帅亲自交代 可是呢 我们事情进展的挺顺 故事 我就没找他 直到今天 您的这一问 我不得不说 那胡元慧也是我们的人 嗯 蒙德恩演出一转 心中暗想 哎呀怪不得 那几天前 这个狗官 竟给那帮人求情啊 说我嘛 哎呀好好谨慎 不要造成冤案 明明就是包庇那些人 对了 对了是怎么回事 我张炳源 这事是真的 上有天下有地 我 我又有半自虚假 我不得好报 其实他也得不了好报 蒙德恩说这么办吧 我不相信 你也不相信 这么办行不行 我出个主意 我要求胡的人单独审问我 您在旁边偷听 您一听就明白 他是我们的人 不是我们的人 哦 这主意还不错 好吧 你看这蒙德恩 全听张炳源的 当天不审问了 到了第二天 说自己头有点疼 要在别的屋休息休息 让陪审 胡大人审问此案 胡元慧还不知道 怎么回事 叫审审吧 就这么坐到正位上 带罪犯 把张炳源带上来 蒙德恩脑袋根本就不疼 在密室那抠了个眼 往这屋头看着 看胡元慧的表情 看他们俩怎么对话 可他做梦也没想到 那边的墙上 还有个比他更密密的眼 也在往里看 不但监视怎么审 而且还监视蒙德恩的一举一动 谁呀 侯千方 东王派来的 单说这胡元慧胡的人 落座之后 把张炳源带上来 罪犯 你可不准信口胡喷 有什么说什么 前者 你所供是事实吗 你供出那些人 的确是你的死党吗 是 吓死小人也不敢胡说 大人 你不认得我是谁 好 你是谁 我叫张继庚 又叫张炳源 咱们不都是相帅的人吗 相帅亲口对我交代的 您是大营派在天津的座探 对不对 哎呀 咱没说吗 谁咬一口 肉骨三分 这不要命一样 胡元慧深知 东王杨秀卿 执掌生杀大权 这个人 刚愎自用 有时候非常粗心 这个主审官蒙德恩 是个胡粗官 这样往我被他给叼住了 就得把我推下水 后果不堪设想 能不害怕吗 因此胡的人 张口结舌 你 你 你血口 喷人 我胡的人 拉倒吧 这也没外人 我求求您了 您就拉兄弟一把吧 那相帅都跟我交过礼 您是大营派在天津的座探 同时还跟我说 平常别找您 实在没办法了 就得求助于您老人家 大人 我想看这条命都没了 大人 你救我吧 大人你救我吧 胡说 张炳源 你真是个好歹毒的东西 来来 用 行 不打他也不行了 还没等打他呢 这张炳源就叫唤开了 救人啊 救人啊 打死人了 他要杀人灭口啊 他要杀人灭口 这么一诈呼 蒙德恩 从屏风后都转出来了 妈 胡的人 这出戏演的现在 该收场了吧 嗯 我这才清楚闹了半天 你是青椒派在天津的座探 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 冤枉啊 冤枉 大人 请想 这这这 这张炳源就是一条风口 如今逮着谁 他咬谁 万望大人明察 别说 早就调查清楚了 我胡元慧 你是青椒那边四品荒唐 嗯 这玩意能瞒得了我吗 四品官啊 管着六七个县 黏然就是土皇帝啊 青椒对你那么好 你怎么能投靠太平偏国呢 嗯 肯定你是别有用心 这是不打自招明摆的事 何况还有证人在此 来啊 拿下 您说冤不冤 浑身是嘴 难以分辨 拆人上来 打掉帽子 扒掉刨斧 把胡元慧给捆上 胡元慧蹦着高喊冤 没人听 退堂 退了堂了 哈 蒙德恩回到后面 心里高兴 哎呀 这两天我正发愁呢 哎呀 这个案子是虎头蛇尾 到了收口阶段 怎么收啊 嗯 怎么在九千岁和天王面前 请公呢 哎 来了 飞来放 这回又挖出了一个 大营派到天津的坐探 此宫非小啊 马上修好了本章 特位还加了一条 给东王九千岁杨秀卿写的 把审问的经过全写上来 还用问吗 像这种人 天知 家印 配左脸 无中生有 给自己脸上贴金 给自己身上抹粉 净说好听的呗 然后 承报给东王九千岁 这个杨秀卿 这个人你要说有病 他一点病都没有 相当聪明 但是有点聪明的过分了 看着蒙德恩 这份报告之后 想不到胡元慧 狗胆包天 原来是个坐探 好了 此案可以结束了 脾气比赖 他批了 把张炳元 胡元慧 处以极心 张炳元 武马分尸 胡元慧 点天灯 明天就执行 通知发行 这玩意主掌 生杀大权 一句话 笔尖一逛的 就可以把人给断送了 可消息传出 当天的晚间 太平天国 主管刑部的 黄玉坤 黄的人 坐着轿子 来见杨秀卿 见着面 黄玉坤就跪下了 九千岁 九千岁 圣灵 我敢以老命担保 胡元慧 绝不是坐探 这一定是张炳元 信口胡说 望九千岁 收回成命 什么 黄玉坤 我没找你算账 你还来找我来 你以什么担保 以你的狗命担保 哎 我问你 胡元慧是你的手下不 是的 怎么样 你就犯下 时差之罪 就在你眼皮笔线 有轻腰的坐探 你都不知道 你说你这刑部官 怎么当的 今天你还舔脸 给他求情了 这还了得 垃圾架 打 打三排财帐 作品由评书吧 网站搜集整理 请您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